大阪2025年要举行万国博览会 距离开幕倒数1000天 吉祥物也亮相了 红蓝色的吉祥物在台上蹦蹦跳跳仔细看 红色圈圈上有好几颗小眼睛 大批日本网友看了不买单 有人说长得像细胞怪兽 密集口军声发作了 还有网友说丑哭了根本吓哭小孩 或是长得像鬼灭之论里面的反派角色 感觉很不错 感觉不错 一眼看了就让人忘不了 这位美术级大学生还把吉祥物作成人文模型 吉祥物设计引发热烈讨论 有名中二稿用吉祥物logo来做成美甲 还有和尚做成面珠 红色圆形造型结成圆环上头还有许多个小眼睛 加上蓝色为主体的身形代表大阪水之都的蓝色形象 原来设计团队的灵感是来自1970年世博会的太阳之塔 希望连接不同细胞呈现出生命光辉的主题 主办单位今年4月还征求全民投稿 帮吉祥物取名字 親しみやすさに加えて歴史や伝統を脈脈と引き継ぐという思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ほか 万博のテーマに命が入っていることから脈とも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吉祥物中有了名字 虽然网路上先行良极评论声浪 但也成功者の話題 共同全国一中心中的报道